作词 李宗盛 我很开心 这次其实我们有三名运动员 这个是我们的骄傲 香港能培训出来 有奥运 达到奥运指标的朋友真的不多 尤其是高山滑雪 我们香港没有雪山 问候船跟金河桥 他们两位的运动员 其实长期都在外国训练 他也放弃了不少 对吧 他可能放弃了在香港的生活 跟朋友的 相处 跟家人的时间 而坚持他的梦想 我很佩服的 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 就是感动到我们香港年轻人 可以多关注 这个冬季奥运 冬季项目的这个发展 我觉得这一次 北京参加冬奥 就举办那个冬奥会 意义是非常大 第一有了冬奥 有了这个政府的大力支持 区域性的设施会大大提高 我们看到在从里也好 从北京到河北的高铁 高速公路等等 从硬件角度来讲 是开脱了这个冬奥运动的这个市场 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年可能三年前吧 去美国滑雪 当时我请了一个当地的美国的教练 就是外国人的教练 他就问我 他说 霍先生 你们是不是会举办冬奥运会 我说是 他说 听说你们北京 因为有很多新的设备 以后要请五万个教练 是不是有这回事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其实也会影响传球的这个产业 因为我们的人口多 我们的产量大 那第二呢 我现在也感觉到很多朋友开始去了解 比如说冰湖 对吧 这个冰湖 大家可能以前都不太了解 但现在我看到很多这种市区 或者真的老百姓的一些活动中心 虽然没有冰雪 但是他们会有一些模拟的 有一个冰湖 它下面有轮的 他们都叫小朋友 这个冰湖的东西怎么玩呢 所以我觉得慢慢吧 我相信大家都会对冰雪运动有兴趣 而且现在可能我们国家的设施 我们国家的一些设备 也逐步完善 所以未来我们香港朋友 如果想去滑雪 想去感受的话 就不只是要去韩国 去欧洲 去日本 因为那个成本确实很高 如果在我们国家不同的城市 也可以感受到一样高质量的这种冰雪运动体验 我觉得这个有助这个运动的发展 美国为首的一些政客 用体育运动 用奥林匹克这个品牌 来做一些议题 来做一些炒作 我们都不想见到 我们也不愿意见到 我想强调一点的是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奥运会 你会留意到 每一届奥运会 闭幕的时候 主席除了感谢主办城市以外 他感谢的是运动员 他感谢的是志愿者 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运动会的主角是谁 主角是运动员们 主角是志愿者 没有运动员 没有志愿者 那个活动 那个比赛是办不成的 所以我希望 政府人员也好 政客也好 不要把自己当成奥运会的主角 说没有他们 就举办不了 我希望 大众也好 媒体也好 把自己眼睛的目光 把自己的焦点 还是回归到运动员 我觉得这样才对运动员 我们对他值得 一个尊重吧 可以那么说